这样一棒接一棒 这是我的初衷 但当需要我在为教育来服务 我也努力以赴 说是教育一棒接一棒 但绕了一圈 棒子又回到自己手中 去年4月14号才因台大校长临选案 请辞的教育部长潘文忠 是个275天再度回国 成为政府签台后第一位回任的教育部长 校长临选的 不管候选人等等各方面的资讯 能够更充分的来公开达到选拔 这个学校最适合最优秀的人才 潘文忠认为台大市个案 要藉由这个案例建立更周全透明机制 至于过去任职期间 在整公佑议题上曾传出和政院不同调 潘文忠表示未来要在六都实施 同时会和地方政府沟通 看如何解决少子化问题 开心合影 去年因为台大案拆损了三任教育部长 次长姚立德三度上场救援代理部长职务 但潘文忠回顾这天 姚立德确定去职卸下重担 姚立德将在二月重返北科大任教 有教育团体认为国教体系出身的潘文忠 举凡是实验教育 托育公共化 偏向学校发展 条例等相关法案推动都有一定熟悉度 对新克刚的上路和落实会有加分效果 比较棘手的还是在高教端 离职的时候其实台大校长领选案并没有解决 这也让外界对他的一个果决能力产生质疑 高教退场的转型条例 我们认为他应该要尽速的去修正里面 我们认为还有问题让私校董事会可以继续持有校场 不让校场回归公共 教团指出少子化冲击大专招生 学校转型退场的相关规划还没有通过立法 再加上大学校长领选制度的瑕疵 学用落差还有人才出走等问题 新部长团队难题依旧 原事新闻综合报导